一个女巫从窗前飞过 小美吃惊的张大了嘴巴 她又看到两个女巫 这时一个女孩掉到了阳台上 原来她的眼镜摔坏了 看不清路 她要去女巫学校参加路学考试 并希望小美能给她指路 小美想都没想就答应了 于是她练起了飞行 可旁边老奶奶看到的却是这样的场景 因为扫把上有防护魔咒 普通人是看不到他们的 最后他们终于飞了起来 在天上横冲直撞 不过没有人能看到他们 来到学校后 他们吹飞了老师的魔法帽 在尖叫声中掉到了泳池里 他们拼命挣扎 不停地喊着救命 老师说你们不应该先站起来吗 结果水刚没过他们的膝盖 从泳池里出来后 他们的衣服都湿透了 只见老师小手一张 一股狂风吹过 瞬间把他们烘干了 小美还一脸的兴奋 随后陆续有同学飞了过来 看看人家飞得多么平稳 简直就是完美 老师打了个响指 他们就被传送到教室里 老师接过二脆的眼镜 伸手在上面轻轻挥了一下 眼镜立马恢复如初 小美突然捂住了嘴巴 跑到柱子后面吐了起来 原来瞬间转移让她头晕 老师给了她一颗晕车药 只要吃了它 以后就不会这样了 然后他们就被转移了出去 学长要带着新生参观学校 来到药剂实验室后 学长走上台子 把中指伸进了药剂里 然后放到嘴里尝了一下 下一秒她就变成了蓝色 味道真是一言难尽 之后他们的入学考试就开始了 小美先写好名字 可一看试卷她就蒙了圈 等老师收试卷时 看到小美只画了一幅画 考试题目一道都没写 接下来就是第二场考试 这个女孩突然长到了三米高 其他同学都是一脸的羡慕 这时小美也慢慢长高 她低头一看 眼中充满了不可思议 只见她双脚离地 悬浮在了空中 她们的魔法药水起作用了 原来她们在进行入学考试 小美选择了难度最低的飞行术 先摘片仙人掌的叶子 放到杯子里 然后找到了人参 还有小葡萄 加入牛奶后搅拌均匀 倒入特制的坛子里 然后不停地搅拌 可当她去拿水草时 却发现被金发妹拿走了 连片叶子都没剩下 小美想跟她要点 可惜被拒绝了 无奈之下她偷走了一些 终于制成了飞行药水 金发妹拿起勺子尝了一点 味道还不错 可下一秒 她的眼睛就变成了紫色 体内充满了力量 突然她大吼一声 一阵红色烟雾过后 她竟然变成了一条蚯蚓 说好的巨龙呢 原来是她的水草放少了 药力不够导致的 这时小美说是她拿了水草 老师因为她的诚实 算她通过了考试 入学后的第一节课是飞行课 学生们说了声起 扫把就悬浮在了空中 可小美说了好几次 扫把就是没有动静 老师说你应该大声点 让扫把知道谁才是真正的老大 小美大声喊道 起 扫把就飞了起来 而且还飞到了大树上 老师吹了下口哨 扫把就掉了下来 然后让学霸坐了上去 给同学们示范飞行技巧 只见她双手用力微微上台 慢慢飞到了空中 然后转起了圈 同学们也陆续起飞了 小美把猫咪放到扫把上 也飞了起来 第一次飞行兴奋极了 突然猫咪爬到她肩膀上 顿时转起圈圈来 同学们都被扫把打中 一个个大叫着掉到了地上 不过随着她的练习 终于通过了这次考核 但是更难的考验还在后面 这个女孩拿出一只老鼠 小美念出咒语 天灵灵地灵灵 变只青蛙行不行 下一秒 女孩就变成了一头猪 老师非常生气 让她赶紧变回来 可她还不会咒语 只能硬着头皮施展魔法 一阵绿光闪过 金发妹变了回来 可惜长了只猪鼻子 她还想抗议几句 可不自觉地哼哼起来 小美被赶出了教室 不过金发妹非常生气 找到小美后 倒出魔法药水 手一张 一道蓝光闪过 小美变成一只青蛙 金发妹抓起她 从窗户里扔了出去 她来到了池塘 在这里遇到了第一任魔法师 她也被人变成了青蛙 然后他们来到教学楼 随然躲开了猫咪的攻击 却被魔法老师抓住 放到了瓶子里 二翠这时 把金发妹抓了进来 说出了实情 这时老师想抓青蛙做实验 被黑妹抢了过去 她说这肯定是小美 金发妹念出咒语 小美恢复了人形 她说还有一位魔法师 也变成了青蛙 麻花辫老师一听 慌了神 抓起青蛙就要扔到锅里 却被校长拦了下来 原来这是校长的初恋 她还想逃跑 被女老师抓了回来 无可奈何的她 只好念出咒语 一阵烟雾过后 她变成了帅气的魔法师 小美笑得很开心 麻花辫老师和金发妹 都变成青蛙 接受惩罚 不过小美必须完成考试 把老鼠变成青蛙 她念出一段咒语 老鼠变成了木头 然后变成了烤猪 又变成了二哈 接着是鞋子 可就是没变成青蛙 但教导主任却说 小美学会了多重变形术 非常的精彩 她通过了考试 毛毛电影 带你走进电影人生